再来看到民众到野西玩水一定要特别留意 花莲一名两岁的女童因为经常流鼻血到医院检查 照内视镜才发现在鼻腔内竟然有一条水质 花莲一名两岁女童持续两周出现间歇系流鼻血的症状 到了医院检查照内视镜才惊觉 在她的鼻腔里头竟然有一条长约两公分的水质 女童家就住在野西周边疑似在吸水时沾染到幼虫 而花莲十元表示每年大约都有10件左右被水质入侵的案例 主要的感染原因都是接触到吸水、河水等户外水源 尽量山上的水没有煮过的话尽量不要这样吃喝 因为它有时候会小幼虫啊你根本看不到的 等你喝进去还是说碰到鼻孔滑鼻孔里面 它在里面繁殖那一段时间后会开始像流鼻血啦 那一类型的你才知道说 看医生才知道说原来有水质在里面 其实被水质咬不会有感觉 水质咬的时候通常都是你看到 怎么皮肤上有一只水质这样子 不然咬都不会痛什么都完全没有感觉啦 医师也提到尽管夏天因民众喜欢到西边玩水消暑 发生鼻痣感染的病人较多 但工作地点在山边西边 深影山泉水或洗脸也容易感染鼻痣 甚至还有的会出现在咽喉部 导致病人长期咳血 因此也提醒民众如果有经常性流鼻血 或鼻部搔痒有医务等等 就应立即前往医院就医治疗 记者徐立琴欢迎电视报导 你好 可以